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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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一行三人上街试探众人的反应 活动中 艾恩开心地询问路上的路人 是否愿意把手放在盒子里来和她的身体进行互动 没想到路人们一眼就看穿了艾恩的目的 很多都没有拒绝 高兴地配合艾恩完成了她的请求 当嘉宾把手放进盒子里之后 外界看不到盒子内部的具体情形了 但从艾恩和嘉宾的反应来看 大家都比较淡定 现场气氛一片相合 当然也有一些男嘉宾开心地合不拢嘴 男眼激动的心情 而艾恩也一点都不见外 还帮忙摇晃男嘉宾的手臂 除了男嘉宾 令人意外的是 艾恩的这次身体接触实验 居然还有不少女嘉宾参与 在确信艾恩不是在开玩笑后 女嘉宾们都在艾恩的鼓励下把手伸进了盒子 不过看现场气氛 女嘉宾们都玩得很嗨 还有一位对艾恩竖起了大拇指 赞扬她的行为 这样的活动艾恩和团队一共进行了两次 但第二次的时候 因为大街上动静闹得太大 他们一行人被人投诉了 然后警方赶了过来 因为韩国有法律惩治公共场合的暴露行为 最高可处以500万韩元罚款或一年监禁 于是 艾恩和两名同伴都被逮捕 并已该向轻罪起诉了 但艾恩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 她说 如果人们压根看不到我的身体部位 请问我怎么能构成淫秽表演罪呢 我也没有做龙胸手术 我的胸是真的 我的支板箱表演不是病毒是营销噱头 我只是想推销自己 让自己更受欢迎 同时 她还在社交媒体上向粉丝道歉 表示自己还想将表演进行下去 只可惜警察的到来 让她不得不离开 艾恩在第一次的纸盒活动后 人气大幅上升 她的售价高达65万韩元的粉丝见面会参与人数 从过去的30人跃升到了109人 翻了两倍 艾恩表示 自己从两次活动中看到了许多积极反应 人们很愿意支持自己 并为自己的勇气鼓掌 而互联网上也有大量老司机支持艾恩的声音 老司机们打趣道 希望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让我们拥抱这种奔放的文化 还有老司机为艾恩辩解 称哪些触摸了她的人也该被抓进去 因为也参与了银辉表演 但也有网友持相反观点 认为艾恩这种擦边的道德挑战 并不像她口中说的那样正义 反而是加剧了社会对女性的误化 和她自己所说的提倡 女性选择自由相反 只会让女性困境更为严重 她们提议不要正常化这种变态行为 如今 各类视频平台日益火爆 对于网红来说 流量就是财富 不少网红都是靠人气和订阅赚取收入 随着许多油管博主和网红的崛起 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投身其中 类似艾恩用身体博得关注的行为 也变得越来越多 前段时间 日本警示厅就以涉嫌违反法律为由 将一名16岁四例高中一年级女生 和一名18岁公立高中三年级男生逮捕 另外一名视频制作公司23岁男性员工的资料 也被移交给检方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该女高中生前段时间身穿兔女狼装 出现在了东京都色谷区的八公前广场 举着免费摸凶 凶随便摸的广告牌 和另外两人一起招呼行人 现场约有20名行人参与 并拍下了视频 这种行为引起骚动后 随即被警方制止 女高中生共认 这样做是为了将拍摄的视频上传至油管 吸引眼球以提高播放数 赚取广告收入 类似这样为了博观助拍视频赚钱 而在街头举行免费认人摸的活动 在日本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去年11月 也有一名日本女高中生 在色谷开展免费摸活动 视频中 一位身穿粉色长袖上衣 黑色运动裤的女孩 对着镜头笑着说 她人在色谷 手上还拿着免费摸的牌子 接着就开始找路人来摸 一旁有人还帮忙喊 想要摸胸的男性们 机会来了 活动吸引了不少路人 虽然不少人感觉是一丝一丝摸一下 但也有男性很认真用力地捏 甚至有人故意从背后 抓住女高中生的胸部 让她微微被吓到 尖叫出来 并害羞地遮住脸 这名女高中生就这样接受了约六十个人的席胸 过程中她还喊出 世界和平 胸部拯救世界 这名女高中生的行为自然引起了网友讨伐 而她发现事态不对后 也急忙将原视频下架 但已经有人辈分之后再次上传 想满就形象也来不及了 不得不说 为了博关注 各路网红可谓是什么方法都用上了 除了有人提供免费摸的服务之外 还有人见走偏锋 以专门恶心人为主题拍摄视频 比如此前日本就出现了个智障男 他跑到一家便利店 用手指多次触碰正在出售的关东主 之后 相关视频被发布到网上 该男子一边念叨着 我戳 我戳戳戳 一边用手指猛戳容器里的鸡蛋和鱼糕等食材 视频播出后 引来了网友们的强烈批判 该男子也被警方以破坏物品和暴力妨碍业务逮捕 更有人不作不死 跟警察开玩笑 去年9月 也是在日本 辅警线月前是一名31岁男子 自导自演在警察面前掉下一袋白粉 这就尴尬了 该男子被警察狂追之后抓获 虽然事后查明不是真白粉 只是白砂糖 但男子还是因为调戏警察而被捕 还有拍摄自杀者遗体的美国网红罗根保罗 在日本街头各种恶搞 展现自己的幽默和创意 影响了行人和交通秩序 以上这些所谓的网红当然不傻 没有利益的趋势 他们肯定也不会去做这些脑残行为 根据日本的一份月薪榜单 油管博主以平均747万日元 约和人民币44.4万元的收入位列第三 仅次于职棒选手和棋手 这个数据震撼了很多日本人 越来越多的人潜伏后继开始做起了油管博主 在对日本小学生的一次调查中 更是由许多小学生立志长大后要做一位合格的油管博主 热度比当公务员还高 而油管博主的收入往往与观众的订阅数和浏览数挂钩 因此就会出现一些故意制造社会道德话题的出格油管博主 靠着舆论争议来吸粉吸金 毕竟这世上只要有足够的利益 有些人就能出卖一切 作为对比 一些靠内容而非噱头脱颖而出的博主 似乎才更值得获得关注 比如博主滇西小哥 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云南姑娘 与李自欺风格接近 只不过她的内容更贴近乡普民生 有人把李自欺的视频比成不燃一丝烟火的岁月静好 而滇西小哥就是充满生活气息的五味杂陈 在一期视频中他制作了一道豆腐血肠 用刚杀完猪的猪肉和大肠混合新鲜猪血 豆腐 全家人要忙碌一整天去制作 就是在这种忙碌里 很多人看到了中国农民最原汁原味的生活 还有一位中文名叫常乐的创作者 是一个扬言要三年吃遍中国的加拿大人 虽然不是中国人 但他的创作很多都与中国食物相关 这位吃货老外很喜欢吃辣 也会像很多海龟一样讲话中英文混杂 在一期视频中 常乐去了重庆 他用沫耳香形容重庆小面的味道 类似的还有美食作家王刚 王刚是一位专业厨师 他的视频除了详细讲述菜品制作过程外 还会将注意事项和容易踩的坑提示给用户 看完他的视频 你会有种除神上身的错觉 在读者看来 流量不是洪水猛兽 本身并无对错 错的是一些人追求流量的方式方法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